九星山市政广场今天也架设了大型电视 让球迷观看世界杯决赛 民众挤满了整个广场 心情也是几家欢乐 几家愁 月行带您感受当时的气氛 市政广场今天挤满了热情的足球迷 到处都是穿着象征西班牙的红黄 和象征荷兰的橙色服装的球迷 现场更有大批齐装衣服的人群 看球的气氛如同节日一般 连九星山市长纽森都少有的脱下了西装 带着宝贝女儿出现在人群中 不过想要知道市长支持哪支球队可并不容易 这就是西班牙队在比赛最后时刻 进入决定胜负以求后球迷们的反应 对于支持西班牙的球迷来说 西班牙不但创造记录第一次打进世界杯决赛 还首次捧回大力神杯 让他们欣喜若狂 西班牙球迷的欢庆场面与荷兰队球迷 群迷的举项形成了鲜明对比 不过也有群迷表示 荷兰队比赛表现不俗 虽败犹荣 新年的世界杯让足球在一项以棒球和美式足球 称霸的美国不断升温 也培养了许多美国球迷 而球迷们印象最深刻的 有拿几场比赛呢 26台记者月薪 新旧金山采访报道 出发了 感谢观看